紫地冰和老百姓这首乐曲 以通俗热情的音乐语言 表达出了军民亲人般的雨水情 这个乐曲全曲共分为三段 在第一段快版的主题当中 我们要演奏的非常热情 大家要注意在演奏这种带有北方音乐风格的音乐的时候 要注意把弓字打开 在这个主题的旋律当中 音符的长短按着节奏是有不同的 正好我们按着不同的弓段 用不同的动作来完成 刚好在一句当中分配合理 就会演奏起来既很舒服 而且把主题的个性还能表达出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用慢的速度表现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长短短长短长 这样一个长短短短短长的 这样一个运功的分配呢 就可以把这个主题的这个 主题的个性表达得非常准确 同时又把这种热情的 这种火热的气氛表达出来 第一段在反复之后 接第二段的时候要渐慢 在渐慢的时候 大家除了速度渐慢以外呢 还要把音乐变得内在柔和 第二段这样一个带有中版速度的音乐呢 大家演奏的既要有热情 同时带有一定的歌唱性 好像是居民在一起相互说话一样的 亲切的交流 注意这两个小节在乐谱上标记的是一个 每一小节渐弱的这样的力度记号 大家在运功当中呢 刚才可能看到我在拉推弓当中 有弓速的变化 因为前面一弓是半拍 后面一弓有很多个音符 同时伴有渐弱 刚好用弓速的变化可以表达的比较准确 另外在中段部分 有很多富于歌唱的旋律当中 是有很多滑音的 特别是在拉咪弦的执法当中 有一些在空弦上的带出来的滑音 大家要注意演奏的非常细腻连贯 像这个滑音 大家同时要把滑音的腔调表现出来 同时还要把它在重音上的这个重音感觉表达出来 另外还有在其他的地方 像刚才这个滑音的速度呢 就比前面的那次出现的滑的速度要慢 因为它是一个半拍的 前面那个是个16分音符 带弗点的十指的长短 在中段的最后 我们有一点速度变化去衔接再现部分 注意气口和速度的变化 呼吸 在再现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音乐的速度 演奏的稍微快一点 表达出来更加热情热烈的场面 在主题最后一次成事的时候呢 二胡运用了抖弓的手法来演奏旋律 所以显得非常热烈 但是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除了注意运用抖弓这个技法 把音乐的强弱的线条表现出来 同时还要把音乐的这个重音 骨干音在演奏当中体现出来 另外在这个旋律的最后 由颤弓转为普通的弓子的时候呢 要注意演奏的转换的比较协调 同时在突突然停顿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要演奏的干脆利索 然后再接最后尾声的那一句 回元素的旋律 注意 好 下面我就完整的演奏一遍 子弟兵和老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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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